第一任女友欺骗背叛 她心甘情愿的替别人养伐 她没有因为这而放弃这个家庭 依然是挣了钱 平平地挣了钱也为这个家庭 第一任女友欺骗背叛 第二任女友卖掉轻生骨肉 她却一再妥协任劳任怨 毫无底线退让的背后 究竟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忍气吞声的男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在一个家庭里 男人天天努力挣钱 还要实时包容体谅妻子 是不是可以算得上是个模范丈夫呢 可是在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件事里的 这个男的生活就不那么美满了 两段感情 他和同居女友都是以夫妻相称 对女友也是百般宠爱 无限妥协 不但花光了自己几十万的集蓄 更是哪里辛苦去哪里拼命挣钱 可是换来的总是被欺骗 被逼 被抛弃 甚至自个儿进了看守所了 也从来不敢有任何的反抗 这是什么缘故呢 这事说起来可就化床了 这名倒霉的男子姓陆 是湖北省实验室房县匾子村人 陆某接受采访的时候 已经是阶下囚了 他犯事的原因呢 我们稍后再说 先从1998年他离开家乡说起 那个时候他二多岁 刚认识了自个儿的第一任女友 这女子姓周 是山西人 最初呢陆某跟周某来到山西 两个人以夫妻相称 生活和谐平静 陆某平时里呢 对周某也的是千亿百岁 他其实很看重跟他这段感情 并且跟这个女的生了有两个女儿 他是很想安安心心的 继续跟这个女的把这个日子过下去的 为了让周某和女儿们过上好日子 陆某是兢兢业业 独自一人辗转多利 拼命努力的干活 把我女娘 样拳 唱纸念 怎么用的 过来呢 王女 从业 夏美瑶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 不但要卖力气 而且有时候呢 还有一定的危险 可陆某的运气呢 却不怎么好 他攒了有1700多块钱 但是呢 跟他同一起的工友 把他的1700块钱 还有他穿的几件衣服 共同一起给他偷走了 他呢 在矿里面打工 出了点意外 就受伤了 伤疤严重 他就找这个矿主 让矿主给他钱带他去医治 矿主把他带到医院了之后 矿主跑了 没有给他再继续治 钱被偷了 老板跑了 自己还受伤 一般来说 常人怎么着也会想报个警 为自己讨回点公道 可是陆某呢 却没有任何的举动 他只是一边忍着气 一边另寻出路 听到这儿 你可能会觉得陆某一定是个胆小 懦弱的人 其实还真不是 原因我们之后再说 但此时的陆某呢 只是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对他来讲 周某和女儿能陪在身边一起 平平淡淡的生活 这一切就够了 然而他的这片苦心呢 并没有得到周某的认可 他发现这个 他这个妻子 在外面可能跟别的男人有染 他又感觉这个大女儿呢 就是说不像是自己亲生的 他没办法 他就娶了DNA 做了DNA比对 他发现这个大女儿 就是跟他完全没有关系 自个儿为了家庭受尽委屈 可是妻子周某却背叛了自己 甚至从一开始就欺骗了自己 这种事儿哪忍得了啊 但是陆某呢 却又一次忍了 他不但没有苛责妻子 甚至对妻子和别人 偷偷生的孩子 也没有一点嫌弃 仍然努力的维系着这个家 他没有因为这而放弃这个家庭 依然是挣了钱 平平地挣了钱 也为这个家庭 听到这儿 您可能会说了 这陆某也太没底线了吧 而更让人无奈的是 陆某的一味妥协 并没有换来周某的回心转意 最终 周某还是离他而去了 为了跟陆某分开 周某甚至明目张胆地 用大女儿的身世羞辱他 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周姓女子下落不明 那却是事实 说这个话的人兴趣 是陆某的第二任同居女友 你还别说 陆某虽然看着懦弱 人缘还不错 当他草草结束了第一段感情之后 没多久他就认识了金某 开启了新生活 在感情上有过一次教训 这回得长点心了吧 可陆某的这段感情 依旧没什么好结果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金某吧 金某离一个人带儿子生活 原本陆某觉得 跟他的处境很相似 应该能好好的过日子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 这个金某也不是个安分人 之前因为没办法独自抚养女儿 陆某把两个孩子都放到了外国家 但是他心心念念的 想把亲女儿接回来 和金某在一起之后 他就提出了这个想法 然而他万万没想到 金某却直接拒绝了 在一起的日子里头 他只是把陆某当成了摇钱树 疯狂的花销 他在十几年挣的几十万块钱 都被这个金某 一个人全部花完了 而且他不做事 在家天天玩 这叫什么事啊 感情这些人和陆某在一起 就是为了找个长期的饭票 可是对于陆某来讲 他并没有吸取上一次 恋情失败的教训 对于女友的种种行为 他又一次选择了 无底线的纵容 钱没了可以再认 反正年轻有力气 陆某只是期盼着 能再养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 好在到了2014年 这愿望实现了 金某怀孕了 而此时陆某的积蓄 也已经被花光了 为了给孩子挣钱 他只好不顾危险 再次下了没摇 然而他前脚刚走 金某却又做了一件 让他崩溃绝望的事情 怎么呢 金某竟然把刚生下来的这 小儿子可以卖了 两段感情生活 陆某苦心经营 努力付出 甚至没有底线的宽容的女友 却始终没有落一个好结果 他如此卑微 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呢 还有陆某进看守所这事 必然是涉嫌犯罪了 和他这两段感情经历有关联吗 事情要从20多年前说起 那是1998年 陆某在湖北省实验室 防线匾达村生活 他有妻有儿 有着幸福的家庭 但是他同时还有个身份 他是一个小混混 整天无所事事 还有那么一点犯罪前科 大概17岁左右 还没有成年 就是跟着三五成群的 没有正经工作的人一起 在社会上到处流窜 可能是没有钱 或者想放事把想弄钱 就做了盗窃的事情 在古货仔电影 风靡一时的年代 像陆某这样的人 在小城里头 村镇里头 不在少数 他们往往成群结火 好奖个哥们一起 但是也正因为所谓的哥们一起 陆某的人生彻底就走上了另外一条路 这天陆某的一位铁杆兄弟找到了他 让他一块去帮人讨债 了解了事情的始末之后 陆某愤怒了 他觉得自己一定要路见不平 替天行道 事情是这样的 要债这人叫杨某成 而他的这个欠债人叫向成玉 向成玉他在他自己的山上开了一个砍大镇 然后他让我老表去给他做工 给他砍树 砍树的过程中被那个树打死 他们打死就把我那个老表 抓到了一个战管铁 就这样他们上次都把它买了 杨某成口中的老表叫熊光源 是他表哥 自己家好好的一个汉子 说没就没了 亲戚们自然是要找向成玉讨说法 由于熊光源并不是本地人 家又远 父母年纪又大 所以这个事主要就是由当地的表亲 杨家代为处理 起初还好 杨家跟向成玉在村委会的主持之下 签了一份调解书 约定好了 1998年3月10号之前 雇佣方向成玉和其合伙人李某 交其500块钱给熊家人做补偿 这事就算了了 可谁曾想向成玉到期了不仅不给钱 还在杨家人第一次讨债的时候 反过来把他们打了一顿 这下就惹怒了杨某成 立刻就找到了自个儿的朋友 想着去向向家报仇 为了给杨某成讨债间出气 11个小伙子碰在一块 其中就有陆某 他们喝了五斤黄酒之后 这就气势汹汹的朝向成玉家出发了 死去路途不远 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 死一去这就增上了歧途 等待他们的是早有准备的向家人 一场群殴不可避免的爆发了 混战过程中有拿棒子的 有拿刀的 各种就是手上都有工具 戒斗开始没多久 这就有人受伤了 但是混乱的场面根本停不下来 想全身而退 那更是不可能的事 不多时 这就有人发现向成玉躺在地上动不了了 有人伤亡就得有人负责 那么到底是谁导致了向成玉的死亡 当警察捕获了这群群殴人员之后 发现所谓的讨障小组 唯独少了一个人 正是混乱当中 直接加害了向成玉的那个人 这人是谁呀 就是陆某 他跟我们这个案件的死者 就缠斗到一块去了 报道就这个过程中 他手上拿着刀 然后两个人就是翻滚到地上 在这个过程中 他是出于下意识的 把受害人都捉到 这下您明白陆某 为什么对两任女友都无底线的纵容了吧 遇到什么事 他只能逃避退让 他不敢报警 他因为他是个杀人犯 而且他的死亡 他不敢离开 这次群殴事件发生的时候 陆某只有23岁 刚结婚没多久 家里面还有一个三岁的儿子 他本可以安安稳稳地度日 就因为一点意气 一点冲动 让他背上了人命 不但杀害了一个与自个无冤无仇的陌生人 也毁掉了自己原本平静安静的生活 事件发生之后 陆某惊慌失措 满脑子就只有一个字 逃 第二天他住在一个亲戚家 他知道他们这次打架造成了人死亡 所以说他就再也没有回到这个地方 他直接从那里通过神龙架 跑到神龙架 又通过神龙架坐车 跑到这个外出逃跑 陆某跑了 那警方必须得注意 为了寻找陆某 警方也是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但是因为当时通信不发达 地形又极为特殊 这就给抓捕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各个地方都有散压 接着地理优势 陆某成功逃脱了 这一逃就是二十多年 在逃亡的这些年里 陆某是后悔不已 他极其渴望安定的生活 对待两任女友们 也是无底线的退让 但是对女友忍让的原因找到了 还有一件事让人很不理解 据警方计算 陆某他一共养过五个孩子 而且他还似乎特别看重孩子 他对每个孩子都是全情付出 莫名可求 这又是为什么呢 陆某说那是因为在他的心里头 始终有个心结 也有个心心念念的记挂了人 此外逃亡二十多年 陆某最终是如何被警方发现 并且捕获了呢 欢迎您回到传奇故事 刚才我们说的 因为帮助杨某讨债 陆某背上了人命 逃离了家乡 这一逃就是二十多年 那他究竟是如何被警方发现 并且捕获的呢 时间一晃这就来到了二零一八年 这天呢防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侦察员 在网上排查的时候啊 突然有一个新发现 对陆某的家庭关系重新调查 然后发现他的那个继父的儿子 叫王某全 照这么看 王某全也算是陆某的哥哥 但是即使是逃犯有亲戚 这也很正常啊 警察为什么会突然重视起来这个了呢 发现他的身份证 在2012年至2014年 在山西美朗地区 网吧曾经使用过二十多次 2012年他因为在新疆和他人盗窃 被判刑 2012年至14年 他一直在服刑期间 自己在新疆服刑 什么证却跑到了山西使用 很明显 这是有人在盗用王某全的身份 那么这人会是谁呢 答案呼之欲处 我们推断 有可能是陆某 暴用王某全的身份证 在山西进行活动 二十多年的等待 如今终于有了线索 防线警方十分重视 但是他们没有打草惊蛇 而是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经营这条线索 确定了这个陆某的所在地之后 2019年5月 他们赶赴山西的旅粮 发现陆某的跟一个女人 以夫妻的名义生活在一起 并且还有个孩子 而这个女人自然就是 金某了 很快通过陆某的同讯女友 金某 警察获得了陆某的通讯方式 并且得知了她现在的工作 她的工作性质都是 各个社区 公地 大小五 都是高装修这一派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线索 警方决定巧妙的引蛇出动 用她当地讨 给她这电话 打了一个电话 都说我请朋友介绍 说你在这个 从事这个装修这个行业 我们有个祸了 需要走 你看你有没有时间 问她在来海 她说她在 某某来海那个小区里边 得知了陆某的准确位置 警方没有迟疑 立即开展了抓捕行动 当时问她 是不是叫陆某 她说她不是 你趁来问她她叫什么 她说我叫汪某 被捕获的陆某 不肯承认自己的身份 但是这对警察来讲 只不过是无谓的挣扎 还记得二十多年前 她的那个三岁大的儿子吗 这时候那孩子已经长成大人了 仍然留在当地 为了确认抓的就是陆某 防线警方火速赶往陆某儿子的所在地 采集了生物信息进行比对 那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这个王某权果然就是陆某 而这时候陆某听到警方提起了 他那个二十多年 没有联系过的孩子之后 便再也忍耐不住 开口就是愧疚 历经二十二年陆某终于到岸了 聊到这些年逃亡经历的时候 警方发现陆某分外的与众不同 一般来讲逃犯在人们心目当中 是以姓埋名浪迹天涯 然而陆某却在逃亡的过程当中 不断的与人同居生死 在她看来 女友们如何对待她 欺骗她 这都不重要 她的一再妥协 对于两任女友毫无底线的退让 除了不想暴露身份 就是希望能让自个儿的孩子过得好 早在逃亡之初 她就曾经为了儿子 不惜冒险和家里联系 给她的这个妻子打电话 她其实很牵挂她的儿子 她第一句问的是 我儿子现在是什么情况 然而妻子的改嫁 对她的疏远 让陆某内心刺痛不已 从此就断了跟老家的联系 而此时呢 即使进了看守所 她心心念念的始终还是那个 寄养在外婆家的 自个儿的亲生女儿 那么为什么陆某会对孩子 有这么强烈的执念呢 说起来也跟她的原生家庭有关 因为父亲早逝 他三岁的时候 就被母亲过继给了 当地的一个姓陆的人家 正因为尝到过记忆人篱下的辛苦 她在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从岛覆辙 能够拥有健全的家庭 但是她并没有意识到 从自个儿犯罪的那一刻起 她极力想保护的孩子 就注定要遭受伤害 她的小儿子从一出生就被送人了 女儿早早地离开了父母 就连老家的大儿子 也因为自己而蒙上了阴影 陆某的儿子他平时也语言比较少 比较内向 我们找他们的辅导员 也认识过他和其他同学 也不是很合得来 比较孤单的一个人 从陆某大儿子创作的小说当中 我们可以窥见他生活的艰辛 这是一群孩子的悲剧 也是数个家庭的悲剧 悲剧的核心就在于 一些不懂法的年轻人 在人生的关键节点上 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2020年7月 陆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不得不说 这样的结局着实让人感叹 年轻时的一点冲动 一点哥们儿义气 却给自己和他人 甚至下一代都酿成了一身的伤痛 而更为悲剧的是 陆某酿下大错 却不及时悔改 只顾抛弃弃子一味的潜逃 这样的行为无疑是错上加错 加重了自己和后续那么多孩子的不幸 事实上没有后悔要 希望大家都能以此为鉴 有问题已饶法律 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和所谓的义气 而追悔一生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观众 好 各位观众 再见 感谢您的观众